大家好,我是Batman 今天我们来做一期简单的开箱 这一箱全都是风火轮 在去年2018年发售的 红线俱乐部限定的小车 这些小车之前全都在赫赫军那儿收着 然后现在我终于是收到了这个包裹 实际上这个包裹 它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就给我寄出来了 只不过寄到的时候我在国内放假 一个多月没去拿 然后这个包裹就又被退回到赫赫军那儿去了 然后它又给我寄了一遍 前几天我终于是收到了 现在都已经2019年过去一多半了 这时间的其实有点长 里边有哪些小车我都不记得了 正好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浏览一下 看看2018年都有哪些 有意思的红线俱乐部限定小车 有一套肯定是没有 就是那套复刻的Suite16的16款 最早的红线俱乐部小车 那套我没有抢到 其他我觉得应该是都有了吧 然后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 这边包的还挺好的 有很多的这种充气枕 虽然说大部分都已经破了 都已经破成皮了 OK 第一辆小车 第一辆是这个白色 带有50周年纪念logo的科迈罗 这是经典的红线轮是吧 旁边还有一个徽章 非常复古的挂卡设计 这辆车的产量一共是12000辆 真是不少 还有什么 这辆是我们去年介绍过的 17年的汽车文化系列 引舱套装里边 风冷系列的那辆 有印象同学应该还记得 我之前好像说过是吧 还差着一辆 这个赫赫君因为重量问题 没给我寄过来 现在终于是寄到了 这辆车好看 这辆是骚粉色66年款的蝙蝠车 非常经典的车型 再加上非常亮的车漆 真是挺好看的 不过这辆车的挂卡后边 居然没有贴限量签 真是挺奇怪的 这辆车是油火改装版的 福特Iconoline 这改的也非常夸张 直接把这大发动机 放到后车斗上了 去年的风火轮 好像也是出了不少 这Iconoline车型的小车 我记得在汽车文化系列里边 是出了两辆 然后在这个LC里边 又出了一辆 新出的模具 一下就出了三辆 我觉得还是挺多的 这辆车也是12000辆 风火轮去年 这没少发这LC限定小车 没少捞钱 又是一辆复古包装小车 野马的Boss House 这辆我记得是 去年的会员奖励车 就是你花钱 花够了一定数量 记够了分数之后 就会送给你一辆 大家看这辆车 还送了很多水贴 可以自己往上贴 这辆车一共 居然才生产了8000辆 居然比正式的 红线俱乐部小车 产量还要少 也是非常漂亮的 火红色的达特3-240Z 只不知道为什么 这都是去年发售的 这个LC小车是吧 有的上面就会印着 这个50周年纪念logo 然后有的小车 上面就没印着 这区别不知道在哪 这辆也是我一直 非常期待的F150猛禽 这蓝色车身 配上这个红色轮圈 我觉得也是挺帅的 这辆猛禽相对来说 产量就低了一些 一共才1万辆 不过也够高的了 跟以前比 以前这个红线俱乐部 一般都限3000辆 或者4000辆 这一下都翻了好几倍了 这辆车就比较有意思了 是去年圣诞节的 节日限定小车 后边还拖了一只小鹿 正好这辆车发售的时候 也是圣诞节 所以我也送了一辆给赫赫君 当做圣诞礼物 这辆圣诞款的小车 一共是9000辆 比刚才更少 咋说不送了 另外以前风火轮 还发售过 苍绿色的蝙蝠车 作为圣诞节小车 我也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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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欢 这辆车估计 有的同学应该都知道 里边是什么 这辆车包装比较特别 不是挂卡 而且是一个小盒 外边还有非常薄的一层纸 给裹上了 看起来还挺郑重其事的 这辆同学 估计就已经知道里边是什么了 不知道同学 我们先卖个关子 我们后边再来做节目介绍一下 也是非常非常漂亮的一辆小车 这辆呢 实际上不是去年的 而是今年的这个 红线俱乐部的入会小车 你只要买这个会员资格 那就会送给你一辆 当然这个美其名约送给你 实际上也是花钱买的 是吧 这还有三个盒子 这三辆呢 其实都是最早是这辆车的复刻版 我刚才说没抢到的那个呢 是一套试着辆车的那个版本 没有抢到 风火轮呢 这个最早试着辆车的复刻版呢 除了出了这个一套的版本之外呢 还出了这种单独挂卡的版本 我还是觉得这个单独挂卡的版本呢 比较有感觉 所以没这么想买那一整套的车 但是没想到风火轮去年 这个单独挂卡的版本呢 出了八辆之后呢 剩下八辆就一直没出了 也不知道剩下八辆还出不出来 要是不出的话呢 真是太坑了 这一整套呢 错过了 这单独版本呢 又急不齐了 然后还有一辆这个 这辆就是终极超宝的Bone Shaker 我记得去年年底的时候吧 国内很多超市出现了很多 这个终极超宝的Bone Shaker 看得我那个眼馋啊 因为那时候我不在国内 也没法去试试运气啊 看看能不能买到几个 结果没想到 最后还是有了力量 而且这辆车还不是买的 是送的一个小礼物啊 是买什么送的呢 没错 就是买这个2018年的 全年超宝套装送的 我也期待这个超宝套装 期待很久了 估计很快呢 我们就会做一期节目 来开箱看一看 这一整年的超宝 都是什么样的 我们箱里东西呢 就都拿着来了 加上上次寄到的 和这次寄到的 我现在手里边 所有的2018年的 红线俱乐部限定小车呢 就都在这了 我刚才问了一下 赫赫郡 好像确实还差几张小车 没有寄到 所以呢 我估计我们后期的安排呢 就是先做一下 那个小纸盒包装的 那个小车 然后呢 看一下这个大的超宝套装 等剩下小车都寄到之后呢 我们再做一期 这个红线俱乐部限定的 小车专题呀 OK 那么以上呢 就是我们今天这一期 简单的开箱视频了 如果你喜欢我节目的话呢 也欢迎你一键三连 订阅我的视频频道 关注我的新浪微博 我是巴特曼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咯 拜拜